百货以及购物中心双品牌 在董事长李靖芳的带领下 为12岁生日切下生日蛋糕 同时在母亲节档期 也推出了相当于周年庆的优惠活动 吸引消费者上门消费 以往在4月份是我们百货月的传统的淡季 但是相对的因为去年这个时候有疫情比较严重 再加上今年政府发的这个6000块 所以老百姓非常的开心 我们顾客非常开心 4月份造成我们营业额的大幅成长 有4成以上 那大部分的商品都非常好 从化妆品家用到手饰这些都非常好 百货业者表示 政府在4月份发放6000元的纾困金之后 业绩有显著的提升将近40% 双品牌的沟中心和百货 在柜位调整都以年轻化 符合消费者胃口引进相关品牌 每一年都推出非常多的活动 那这一次的母亲节呢 其实已经开打了 那一直到5月14号为止 那我们这次祭出开幕以来最强的母亲节的活动 那是超级369 那我们给客人最好的回馈 在今年我们也成功的引进了三个化妆品的品牌 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就进来 那未来呢 我们在那个整个年度里面也预计在 引进20家左右的品牌进来 12岁的生日加上母亲节党期 推出了许多优惠 业者也期许去年140亿营业额 今年也能朝150亿目标达正 记者万事连新竹采访报道